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怎么想 那我只有拿着手机就走了呀 有跟父母说过要回家吃晚饭吗 说了 答应了的 答应为什么逛了街又不去呢 我觉得在那边太无聊了 想回去 回学校 对 后来怎么解决的 你走了 让他拿手机去跑来呀 那你呢 我肯定没办法 我当时我气啊 我也就回去了 然后爸妈知道 就觉得他拿手机因为身上也没钱嘛 然后我们一家人饭都没吃 然后全部一起出去找他 你知道你回去了 你全家人都会出去找我 那你当时怎么不就追上我呢 把我拉回来呢 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过我呢 我在我爸外面前 我多尴尬 你知道尴尬 那你怎么不把我拽回来呢 我就耍个小脾气走两步 那你不拉回来不就行了吗 不是真想走是吧 对呀 我就耍个小脾气嘛 也不是真不想回家吃饭 是吧 对呀 我就觉得他越来越任性 不管什么事 都喜欢让我就是求着他 就比如暑假的时候 他不是打暑假工 他不喜欢订闹钟嘛 每次都是我打电话叫他起床 然后有一次 我打电话给他打了两遍 然后就是没打醒上班 是他被领导骂了还是什么的 就打电话过来跟我吵架 那本来就怪你啊 你都答应我了 你说你要喊我起床的每天早上 但是你没喊起来啊 是是是是 认错吧 我是跟他认错的呀 他又不听 他一挂 然后就把我电话时间拉回来 那领导骂我了 那我心里肯定不舒服呀 你说这不止一次吧 我上次约你看电影 你也没事 你怎么推三组四的不出来呢 我都说过我有事呢 他一听我说我有事 说我不能陪他 一马关电话 然后马上就打不通了 每次都是这样 那是因为你经常这样啊 经常哪样 就我约他出来看个电影 他推三组四的不愿意出来 就是你经常约他看电影 他经常不出来 他经常说 我今天社团有事 然后今天寝室有事 要干嘛干嘛的 然后不出来 那谁说得了 三天两天的看电影吃火锅 你在我需要的时候 不应该出现在我身边吗 你有什么事 我想问一下 就是谈恋爱这点事 不就是你逆骨在一起吗 就是我社团里面有事 然后我自己 就是我 就是他一想看电影 你就有事 也不是啊 那他不是说 我可能也陪他 看过电影啊 看过几场 也陪他吃个火锅 那可多了 女生的这个注意力是说 你看我约你你不来 男生说 我已经陪了你那么多回了 你怎么还那么纠结和纠缠 对吧 看电影我们翻片 还有别的吗 姑娘 还有 我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 跟我妈吵架了 我约他出来都是拒绝 就那次 他跟他家人可能吵架了 让他给我发短信 反正我没带手机我就打球了 之后我回宿舍看到了 我立马给他打电话回过去 结果打不通 反正他有事找不到我 他就把我拿黑 我就找不到他了 找不到他的时候 我必须去他学校 因为不是一个学校的嘛 我必须去他学校 去捧他去 因为这样 耽误很多事 你不应该随时关心一下你女朋友吗 万一女朋友及时找你呢 我不是那么喜欢玩手机 你不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那谁应该出现呢 我又不喜欢玩手机 因为身外之后 你总让我带着他 再说了 对呀 我就是那种不喜欢 一天到晚拿手机的人 他就喜欢把我变成 一天到晚 他也是找我 必须马上回他 那你有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记不记得你过生的时候 然后我们两个约好了 出去吃饭的 跟你过生 都走到门口了 然后你一个疫情朋友 跟你打电话 然后你就退回去 坐在椅子上 跟他打电话 一聊聊了半个小时 我晾在一边 我坐在旁边 我能干嘛 对呀 这个身外之物 怎么其他人用的时候 那么好吃 我手机肯定也有时候 带着身上在 那次过生的时候 我一个疫情朋友 跟我打电话 就是生日嘛 送你去祝福 祝福送了半个小时 当时我打电话的时候 他也在旁边 反正没有说什么出格的话 都是一些问候 朋友之间的 你们朋友之间 能问候半个小时啊 都问候些什么呢 对呀 别人跟我打电话 你不是也在旁边吗 再说你生气呢 我就挂了呀 我去哄你了呀 然后哄你 你还要是跑呢 那生日都没过 那你过了多长时间 你才反应过来 我哭了 然后挂了 他也没跟他 那个疫情朋友说 我要跟我女朋友 去吃饭了 对吧 一个疫情朋友 再怎么不懂的话 你跟他说 我要跟女朋友 要去吃饭了 他应该会跟你 就直接挂了吧 你没有说 对不对 我不是跟别人 挂电话的时候 还要磕起几句吗 我把他混回来之后 他当着我面 用我的磕磕 把别人骂了一顿 一性朋友 现在已经变成 前一性朋友了 那不应该就算 前一性朋友 对呀 大体听明白了 这么点破事吗 你们俩当时 怎么在一起的呀 当时高三的时候嘛 高中同学 对 在一起学美术 经常在一起 日久深情吧 一考生 学美术的是吧 就是你追他那个时候 是谁请谁看电影呢 那时候还不心看电影 不心看电影 哎呀 你穿越了半个世纪来的吧 我跟他 那个时候其实 我们都喜欢吃火锅 然后他知道 我喜欢吃火锅 就会经常带我去吃 出门的时候 他都会帮我拿东西 我觉得他这个人 也挺体贴的 但是后来越来越发现 他这个脾气太大了 你们俩不已经谈了三年了吗 那第一年不就应该 发现脾气大了 分手不就得了 耗了两年又 应该是差不多是 大二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 他总觉得 我对他要求太高 然后我喜欢任性 耍巧脾气 然后他觉得有压力 是吗 我觉得我的脾气 完全就是因为他 经常就发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火 就比如说 那还是因为你不会哄 你不会哄人吗 你说你七夕节的时候 什么时候送过礼物吗 节日的时候 那些花呀什么的 草呀什么的 那些都是虚的好吗 有什么用 那我平时送你的礼物 就不是礼物了吗 就大二的时候 刚开年 那时候课不是挺多的吗 他说他身上没什么手势 我还不是听进去的 我就为了送他一条项链 就课又多 我就整天去 上夜晚晚做快递 我开年的时候 130多斤 然后做几个月 剩120斤 多好啊 帮你剪的铁子 这不算送你礼物吗 那你说你七夕节 我没有礼物 那你说 情势里面别人都有礼物 一问我 你今天收到了几份礼物呀 几份礼物 你们请示最多的收几份啊 好几份的 一个男朋友送的吗 别人男朋友会送好多 好几份 对啊 别人会送好多呀 就是别人每次问我的时候 我就什么都没有 就觉得这个感情挺干巴巴的 你这样一懂 一点都不懂女生的心思 好 我问问啊 你今天是来跟他分手 还是改造他 我希望他能认识到 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 你把他的缺点 给我们陈列一下好不好 他总是希望我 变成他心目中的那种人 比如说我喜欢 我穿什么衣服 要听他的 我要玩手机 也要听他的 我身边什么朋友 也要听他的 他还总是特别任性 发一些莫名其妙的提携 然后让我去哄他 那你今天来是干嘛呢 我觉得他和以前变化太大了 而且就是他不懂女生的一些小心思 然后不懂浪漫 然后觉得他所谓的任性 他要以后就这样了 你还跟他吗 不跟 女生是说你要不改 我就不跟你 你还跟人家吗 现在让我说我说不合 因为 他就这样了 你还娶他吗 说不合 你看 两个人的这个潜台词就有了 如果你不为我改变 那我们就不要再彼此伤害 分手了是吧 都说不好了 就这么点事 真的值当就分手吗 老师们怎么看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他什么地方吸引了你 我没有看明白啊 就是他其实平常 也有对我好的时候 就是如果说 不发脾气的话 比如说衣服没有洗 他来的话 就是跟我把房间什么都整理 一遍 然后我就不用管所有的事 然后做饭的话 就从来不让我进厨房 就是只要他在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一点很体贴 但说实话 你刚才讲了他的所有的好 我觉得一个爱你的人 都会这么去做 但是一个爱你的人 不会那么嫌弃你 我真的觉得 其实找一个 认可你的小韧性 认可你的黏他 缠着他 总想和他溺谷 这样的男人 可能会让你过得舒心 而不是说帮你整理房间 就是爱你的表现 我想说一下是 我不是说容忍不了他的任性 我只是希望 他能够给我一点 我自己的时间 我也不是太希望 他总是黏着我 我作为一个女性 我不管你现在用什么事情 来找吧 给我的感觉 你对他的嫌弃 不能容忍 你既然那么嫌弃人家 就再见吧 散了吧 找一个 你看得上的呗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林安老师 许总 我觉得其实你们俩最大问题 是你们现在对于 爱情恋爱的这个状态的 认知已经不一样了 你已经过了 所谓的热恋那会儿了 你不是不懂 他想要的浪漫 但你 现在没有那种热情 而女孩呢 你一直还沉浸在 他热恋那会儿 对你的热情 那种氛围里头 一旦他退减 你会觉得一下就不对了 你还要 而你要的方式呢 就是不断地任性 不断地用最极端的方式 要不是拉黑你 要我任性 甚至去你们家的时候 我觉得没意思 我就走 其实这只是一种姿态 你希望是 以这种方式换回它 继续地像热恋那会儿 宠着你 爱着你 你是在要他那热恋的感觉 但是 虽然你们当时很热 随着时间的 推移两年 两三年了 任何的感情都会有 那热度会下降 但是不一定 说他不爱你 而是说 回归于相对平衡的时候 正常的时候 可能每个人都需要自己 一定的空间 又要多起来 我觉得以过来人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 只不过 当它发生的时候 你们俩没有同步 他觉得已经 你们俩关系稳定 他需要朋友 需要自己的空间 可是你不让 你们俩的本质问题 不在于说 你认为 他已经没以前那么好了 而是说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所有的人都是经历过热恋 到稳定之后的那种 长期的那种恋爱 关键是 看你的心态 怎么去适应 如果说 你发现了不适应 就看怎么去调节 这会儿很容易出毛病 比如说 如果你觉得他这种冷淡是不爱你了 那可能你看错了 而你觉得他这种任性 是觉得无理了 那不对了 是因为你可能走得太快了 所以现在你们俩把自己的脚步 互相的调一下 让节奏在同一个频率里面 你们的爱情还可以继续 如果这是你要的男人 就是整天要围着你 现在不能给他自己的空间 不能给他自己的事业的话 那你要跟他说再见了 但是你记住 我觉得这个男孩并不是不爱你 对不对 喜欢吃火锅是吗 嗯 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 你吃火锅的时候 永远是在一个温度上 不是 就有的时候烫了会调冷一点 嗯 要不然烫嘴 第二 吃火锅你加不加汤呢 加 第三个问题 火锅吃了两轮之后 或者是加了一次汤之后 你还能够吃到 刚刚下锅时候的那个味道 不能 所以所有的恋爱 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不可能永远维持在一个温度 可是我觉得平常 就是发一点小脾气 很正常啊 女生 对啊 是很正常 有变化 是很正常的呀 我所指的就是 吃火锅的温度 跟生活的温度是一样的 不可能永远保持一个热度 这你承认吧 为什么要加汤 煮多了 咸了 就要加汤 你们的汤在哪呢 第三 你再怎么加汤之后 你煮了半个小时之后 你肯定吃不到最开始的新鲜味道 对不对 所以说 所有的恋爱 都是这个样子 第一 想要回到从前不可能 那是一开始的感觉 任何婚姻和感情都这样 第二 一旦出现了问题 就一定要学会调整 要么就加汤 要么就调整温度 任何幸福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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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知道自己也有脾气 知道事情还没什么耐心 但是我希望你也能改一下自己的韧性 我相信只要你能把你的韧性改掉的话 我的脾气我也一定能改掉 我们都把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一些毛病都改掉 我知道你喜欢连我 但是我希望你也给我一点宽容和理解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嘛 我有事情没有及时回应你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多理解一下我 还有我希望你不要总是想着改变我 把我变成你心目中的骂一种人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 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女生 来 请亮灯 还提要求呢 女生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到好了 测试一下你们三年来感情是否还有默契 行了 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谈了三年的恋爱 男生一直在重复一句话 说我不希望你粘着我 但是你发现很多人在结了婚之后 有很多丈夫都会有这样的抱怨 说自从有了娃之后啊 我老婆就不关注我了 所以人生总是在这样的矛盾当中 或者在冲突当中往前走的 爱情这点东西啊 挺耐琢磨的 说白了就是 博弈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 你们两个人确实挺像的 你要回来的话 你就应该说那个话吧 你直接说 我其实舍不得离开你 我希望我能改变 你能改变 我们彼此将就一下 还在那危险 你改 你跟他使小兴奋 有什么区别吗 小心眼的男人 尤其我们的小花团 来 邀请 本节目的礼品是由伊贝斯提供的保时捷专享套 在伊贝斯保时捷期间 嘉语员多一套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恋人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其实在一起三年 我也知道我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但是我相信我们能继续走下去 我也能像以前一样 一如既往地对你好 我希望这一枚戒指 能穿我们 并婚的戒指 我希望我们能走一辈子 我觉得 我对你应该多一些理解和宽容 我希望我们能走一辈子 我希望我们能走一辈子 这种草皮就不是女人了 记住了 两位请回吧 谢谢